再来的话,第408这一题,这一题其实逻辑也非常简单 基偶数个数计算 所以顾名思义,这一题好像跟我们之前做过的有点类似 只是说之前我们是怎么样 把基数偶数的里面的值加总 但是这一题的话,它不是要加总 它是什么,它是要把那个个数算出来 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在那个e-sale里面是叫conif conif,所以类似这种该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呢,它这边有题目有一些相关的需求 第一个就是输入10个整数 然后呢,输出的话告诉我说 基数有几个,偶数有几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底下这边就会有一个叙述 那首先的话呢,我把我这边已经做好的程式 先秀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的话这个是408 那至于怎么做,假如说你还没有一个构想的话 可以先思考一下 然后把这些先 总共10个数字 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已经有了 所以我先把它预先复制一下,Ctrl-C 当然考试的时候,你可能要自己key这些资料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首先的话呢,把这10个分别输入 其实就是69,Enter 48,Enter 一直到40 最后的话呢,那我一样Enter 请你帮我算出 里面到底有几个基数跟偶数 怎么做比较快 有没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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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的话当然有几种做法 当然第一个直觉 像这种类似东西 其实是不是可以 一样可以先丢到串列里面 再慢慢去计算 一样可以 但问题会不会比较省时间 不见得 为什么?因为你输入,一边输入一边 就把它分 这边是基数,这边偶数 有点像是一个闸门的概念 闸门 男生、女生、男生、女生 你把它分开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一个逻辑 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这边按Enter 有没有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基数偶数就被我 总共到五个五个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一样我们就先产生两个变数 一个是放 这个基数,一个是放偶数 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的 这边我是用forK 所以forI也可以 那范围因为刚好十个 所以特别注意 它有特别强调是十个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range 里面的话就摆个10 其他你也可以10.0.10 只是说呢 我前面讲过0可以省略掉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就把资料做input 所以A等于input 那因为呢 它输入一定是一个正整数 所以我把它转换成为一个整数 放在A里面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当然就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怎么判断呢 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OK 所以A如果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那它一定是偶数 所以我就把even这边 把它加等于1 OK 加等于1意思说呢 特别说 其实加等于1 其实就等于什么 这个 这个even 它什么 加1的意思 那为什么加1 它原来是0 所以even加1 意思就是说 里面放它里面的个数 那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奇数 所以呢 我就一个一个一个的 把它怎么样 把它加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跑完之后的话 总共10个 10个数字的话 那分别就把这个 这个偶数跟奇数呢 分别把它分开来 那最后的话呢 就分别输入就可以 按照题目的要求 OK 这个的话就是 奇数有几个 偶数有几个 奇数有几个 就把这个结果 把它分别输出就可以了 OK 我这一题 其实还可以再简化 因为 其实题目里面 已经跟我们讲 总共10个 有没有 10个数字 所以呢 基本上 应该可以这么讲 一个变数应该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其实偶数 奇数可以不用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只要我else 这个不用嘛 那就even 这个有的话 那最后的话 我可以怎么 对 就是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10去减 不过前提是什么 我必须是 总total 我已经预先知道 这状况下 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变成说 其实不知道应该也可以 只是说你要去算说 它总共几个 你再去用那个变数 去减掉 它里面的值 那其实也是OK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 当然有很多种写法 请各位试试看这个 奇数偶数的这个判断 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种写法 你可以怎么 先把资料 先放在串列里面 然后 再来 可是我后来试过我发现 这感觉好像有 有点多词一句 因为为什么 那只是说 比较 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 我可以有个放资料的地方 放完之后再处理 OK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其实好像没有比较OK 只是说你在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试多看看 因为未来 很多地方外部进来的资料 通常还是要找一个地方给它放 放完之后再处理 处理完之后再输出 所以我输入 做一个资料分析 分析完之后再output 看你是要做成报表 还是要做成视觉化的一个结果 有没有 其实你们现在上个POW BI里面 其实也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Python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这工具是有重叠到的地方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那试到说 这不同的工具 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在哪里 可能在不同的状况下 用哪个工具 是会比较恰当的 也就不是说 一个工具 就是几乎是万能的 没有 OK 最好是什么 最好我建议各位要了解 每个工具的特性 你不是学了就算了 学了 那你学了不是说 你就只能用Python去解决所有事 或者用POW BI解决所有事 没有 你要了解说 这个工具 用在什么状况下 是最恰当的 这一点恐怕 你还是要思考一下 OK 这样的话 才能够正确的使用工具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想想看 甚至还包含Excel Excel其实 这工具在企业里面 我想已经 我发现 对一般来说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真的能够把Excel 用到很厉害的 恐怕也是在算是少数 所以Excel很厉害的人 在企业里面 也是还蛮吃香的 所以最好是 可以把 Python Excel Excel VBA 跟POW BI 这几个工具 可以怎么样 混合应用 然后结长补短 再把它用出来 那是 我是觉得最高端的 不是说你只是单单的 甚至如果你会R的话 那更好 因为R又有不同的使用特性 不同的专场 不是说一个工具 就通吃了 没那么厉害的 OK 这概念有点像 使用交通工具一样 你说骑摩托车 骑U-bike 坐公车 坐捷运 坐火车 坐高铁 甚至走路好了 是不是你 假设你只会 不可能就一种 对不对 最好的就是你要选择说 你到的那个地方 你要选择 使用对的交通工具的话 那当然是最完美的 还有你要想说 你要付出的代价 成本 对 你说坐高铁最快 可是问题 耗费也最高 对 所以有人说 老师我都叫 我都坐Uber 因为我住台北 所以我Uber 对 也可以啊 可是问题是成本的关系 是不是可以说 用最低的成本 创造最高的价值 这样之后 就正确的使用工具的态度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那个408的部分 那待会的话 还有就是 再试试看用那个所谓的410 410的话 其实之前有做过类似的 只是说呢 要怎么快速把它画出那个 我们要的结果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